Trof教學之六隻不用龍壁的龍 這次要分享六隻不用龍壁就能獲得的龍 WIT也有經歷過龍壁不夠做龍的時期 特別整理出六隻不用龍壁又不會太難獲得的龍 其中兩隻在八隻容易獲得的龍影片中介紹過 第一隻不用龍壁的龍是藍龍 製作方式請參考八隻容易取得的龍這裡就不贅述 第二隻是炸彈殺第二劑的龍 獲得方式請參考八隻容易取得的龍一樣不在這邊贅述 第三隻是炸彈殺第一劑的龍 有兩顆頭滑翔石左右劍都能發射龍炮 永久爭議有加跳躍加爆傷加吊寶 炸彈殺第一劑的龍入手方式有兩種 第一種是在大廳的炸彈殺建築中 跟NPC用300個第一劑炸彈殺硬幣兌換 第一劑炸彈殺硬幣可以用第二劑炸彈殺硬幣兌換 與第一劑炸彈殺硬幣經驗書獲得 PC版不建議用炸彈殺硬幣兌換第一劑炸彈殺的龍 PC版建議在拍賣場購買炸彈殺第一劑的龍 第四隻是音樂龍 永久爭議有加爆率加生命加傷害加吊寶 有兩種獲得方式 正常是在驚奇寶藏箱有機率開到但是不建議 WIT建議直接在拍賣場購買 第五隻是戰鬥龍 永久爭議有加生命恢復加物傷加吊寶 有兩種獲得方式 正常是在驚奇寶藏箱有機率開到但不建議 WIT建議直接在拍賣場購買 第六隻壓軸的是光暗兩顆頭的龍 有兩顆頭在滑翔時左右鍵都可以發射龍炮 但WIT感覺龍炮射速最快的還是鑽石火龍 光暗兩顆頭的龍外觀真的是又大又華麗 光暗兩顆頭的龍在大廳龍工作台用光暗龍彈製作 光暗龍彈在龍工作台用100個光暗龍碎製作 在混沌工作台製作的光暗混沌箱有機會開到光暗龍碎 也有機會開到能分解成光暗龍碎的光暗翅膀 略奪成立每週只能在絕育獲得5個 分解光輝魂心裝可獲得鍛造魂或在拍賣場購買 鑽石龍碎主要透過每日星星條獲得 分解暗影五階裝可獲得鍛造魂 暗影塔入口工作台可以把低階段造魂合成高階段造魂 每週競賽職業排行前25名可以獲得暗混沌箱 每週競賽絕育相關與其他項目可以獲得光混沌箱 利用競賽獲得要花很多時間 WIT很少用競賽獲得 光暗翅膀可以在拍賣場購買 WIT在拍賣場買不少 WIT的光暗龍碎主要是分解光暗翅膀獲得 除了在拍賣場購買 玄米大大也贊助不少光暗翅膀 分解一個光翅膀有5個光龍碎 分解一個暗翅膀有5個暗龍碎 在拍賣場購買光暗翅膀各20個來分解 加製作光暗龍蛋 就可以製作光暗兩顆頭的龍囉 8隻容易獲得的龍與6隻不用龍碧的龍 扣掉兩隻重複的龍 獲得這12隻龍 吊寶可加600 PR可加360 黃金龍香 龍雕 金龍蛋的獲得難度太高 就不討論 6隻不用龍碧的龍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請協助訂閱 WIT感謝您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我是WIT 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紅色債字 粉紅 搭乳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